基隆河防汛步道早已经成为民众运动休闲散步骑车的好地点 不过有民众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六河桥左岸的防汛步道部分路段地砖 隆起凹凸不平破损 张耿辉也立刻邀请公务处河川水利科科长 以及当地六赌里长于梁胜办理会堪 希望水利科要求主管单位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紧速修复维护民众的安全 发生意外事件发生 然后我想因为基隆的天候也比较潮湿多益 然后未来的话也建议他们在制作这个材质的话 也要考虑到我们基隆市的天候 意外意外事件发生 也马上跟这个管理单 管理单位有第十河川局做传言 那我们是任务这边啊 正对这个现况这个有一定啊 路过别的状况我们可以马上围起这个 这个警示的把范围围起来啊 避免这个情人还会再转踏过去 这样的犯狼状况 那另外第十河川局这边啊 也这边运落 大概在十天之内会运用相关企业 要找到列行人进来修复 张耿辉也希望未来施作类似的步道工程师 也要特别注意材质 除了方便维护也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